你这一般早晨几点接单 6点 6点啊 那么早就起来了 嗯 就是一般就是订早餐的是吧 对对6点 6点三家里就开去的 哦 那您老家是哪儿的 河北 河北哪儿啊 河北邢台 哦邢台啊 邢台那还不算太远 那您回家吗还进春节 去年回去 去年没回去 去年没回去因为疫情嘛 对 去年能回去尽量回去 嗯 就您一人在这儿呢 对我不管 那回家的话是什么时候回去啊 30还是29 嗯 第四九号的票 回家给父母带什么礼物吗 买点东西回去 买点东西 对 年夜饭都得一起吃 对 人家是不是都等着你一日回去呢 嗯 差不多啊 是吧 您家是搁几个呢 两个 两个啊 都在外边是吧 我自己去的 在家里 您在 在干这个几年了 大概两年了吧 两年了 正好赶上疫情就回不了家了 是吧 在春节的时候 你们能让放鞭炮吗 不让 现在都不让放鞭炮 现在都不让放了 那您觉得放鞭炮有年味呢 还是不放鞭炮好 放鞭炮当然有年味了 昨天晚上听到北京有鞭炮的 不对 是吧 有听到响了 听到响了 偷偷的放呗 不知道还是听到响了 挺开心的 哈哈哈哈 接到有年味了 是 没错 对 看吃到 吃到灯笼啥的 看不出来 吃不到都 年味 对 那您年夜饭一般都是 呃 做什么吃呢 我们老家就吃饺子 哦 就吃个包饺子吃 包饺子 是不是 八年初一一早晨起来 都去拜年啊 磕头啊 对啊 呃 街坊四林的是吧 对 哦 那您一般情况下 都是在转大半个村子吧 我们 我还好一点 哦 在我们那个地方 我们属于大半 哦 我爸 就我爸 就我爸那个时候 现在 到顶头了 顶高的 哦 我们就 从很少 一半年 哦 我们属于大半 就属于大半 对对 在村里边的属于是大半的了 对对对 我们属于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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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的小 我去过 他们都去我们家 给我们爸 是吧 哈哈哈 很荣幸的 哈 有的小辈 他们都 转特洁表演 你们就不用转 嗯 就转不了 那小辈好像 磕头都磕得 膝盖都肿了 还挺 哈哈哈 早上你几点 十五点 五点 吃完饭就带进了 快点 大天亮的 还没转完呢 都 对对 嗯 村子也比较大 是吧 对对对 村子是大概多少人 我也不知道多少人 我们村子 我们村子 三个大备的 嗯 咋不少呢 那肯定啊 拜个年 要是小辈的话 就得 大半天了 对对对 嗯 行 你觉得在这生意好做吗 嗯 行吧 还可以 那一个月下来 跑出去这个租车的费用 还能剩多少钱啊 是 吃个费的 玩下来也就是 七天左右吧 七天左右 就是辛苦 你太辛苦了 你跑到那边 你跑到十点 十点左右 是啊 晚上收工是十点以后了吧 可以 太辛苦了 是不是现在又有单了 对对 又有单 又有了 那你赶紧去 祝你上运兴隆 嗯 慢点汽车 再见